由韓火火創辦的個人品牌舉行的一年一度時裝show 日前在上海圓滿落幕 人員甚廣的韓火火不單獲得劉詩詩 謝娜等人現身捧場 周宇童、吳孫兒、周杰瓊 歐陽娜娜妹妹、歐陽太太等勸中好友都親身上陣行show 周宇童和韓火火默契登場後 在下台時周宇童不小心走錯方向 最後和韓火火手牽手下場 臨近美貞、孟嘉儀歌星為這場時裝show畫上句號 現場嗨爆 周杰瓊和韓火火私下關係很好 被問到兩人的相識經過 她就說其實都有一段淵源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火火 然後我們應該是18、19年的時候 參加一道戀愛觀察節目認識的 然後認識之後剛好我們在錄製的時候 她坐我左邊 她坐我右邊 然後我們就彼此一來一往就熟悉起來了 也是特別巧 當時我們還住一個小區 然後就慢慢就熟悉了起來 蔡文正和韓東軍主演的新劇一播出 就獲得不少好評 不知道她接下來還想挑戰什麼題材呢 因為我沒有給自己選劇本題材 設限的框架 所以我希望只要故事和人物能夠打動我 都是我想要選擇好的劇本 前組合的9成員許家琪和陸柯妍 這天都有現身 接下來成員們將會合體開演唱會 未開訴之前 粉絲不如先一睹偶像在T台上的風采吧 您現在的心情如何呢 迫不及待你有14步 去年是第一次參加 對然後有燒鼠有點緊張 對然後今年希望自己更享受 制製 Billy 不知道 接著 感谢观看